下面说无相 无相者立一切虚妄之相 无相就是立相 那有没有相呢 有相 为什么叫无相呢 心里头没有相 我们眼睛在看电视 电视有没有相呢 有相 可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 这个像是个幻象 而不是真的 是假的 你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屏幕所现的这个色相 你不分别不执着 你没有执着 那就是修阿罗汉的 没有分别 你就是修菩萨心 要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是修 叶尘佛法 诸位真的学会了 你每天看电视 就在那里修行 你是修 阿罗汉 还是修菩萨 还是修佛 那不会修呢 不会修在那里 修人天 修阿修罗 修畜生 我会地狱 都在一年之间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在电视里学习那些啥道盈望 那就是三五道 你在学三五道 你一看电视 这是好的 善的 你说我要跟他学 那不好的 我要改过自新 我有没有 我要有的时候 我不能跟他一样 那就是人天 那都不执着的就是阿罗汉了 都不分别是菩萨了 你看看 同样在看电视 每个人成就不一样 有人看电视成佛成菩萨 有人看电视 看到地狱去了 所以中门诸师大德 常常问学生 问一句话 你会吗 这一环意思 无量的声光 意思 你会吗 你会 你就成佛成菩萨了 不会呢 不会到山土去了 离一切虚妄像 是叫你心里的离 不是叫你四场离 四 每当爱 四四无爱 心里可没有 永远保持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 这是成佛之道 四为什么 四是假的吗 是虚妄的吗 你不需要理他吗 你把他当真 你就上当了 你就错了 你知道他是虚妄 只要你不执着 不分别 不习心 不懂念 什么书都没有 那就是如来应试 祝佛如来到世界来 他就是这样 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确实 没有齐心 动念 他在形式上 跟我们没有两样 跟我们火光 同臣 实际上 他没有齐心 动念 菩萨 跟我们在一起 虽然有齐心 动念 他没有分别之处 从这些地方 我们就体会 他境界 前身不一样 下面这一句是 这些都是为我们解释 无相的 什么叫无相 无相 立一切虚妄之相 无相就是立相 这个要记住 不是叫立开这个相 不是这个意思 极相立相 相在面前 知道他是虚妄 你不会去知主 这叫立相 并不是把这相灭掉 那就错了 所以底下讲 是相 无不相 不是万空 不是断灭 佛法讲 无不相 如果你把它认为 那是空 空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错了 空有不二 就像我们刚才 举的比喻 电视 屏幕是空 什么都没有 频道里面的 摄像是有 我们看电视 立刻就要体会到 空有不二 真空是什么呢 真空知道 所有这个摄像是假的 屏幕显得像是假的 屏幕上有没有染污 没有染污 丝毫不染污 怎么知道不染污呢 你把频道关掉 不就会 就看到了吗 他不 痕迹都不留啊 然后 打开之后 也了解 他痕迹都不留 他丝毫没有染污 真心 没有染污 用这个 屏幕来 代表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自信 没有染污 那染污 那染污是阿赖耶 阿赖耶是虚妄的 染污是什么 电影里面所表演的 有善 有物 有因 有果 那什么 那是虚妄的 那有劲 有慧 表演的 里面有种种对练 全是假的 全部是真的 我们今天麻烦就是 把这所表演的 这假的 全当做真的 所以在这里 受苦 受难 在这个境界里面 其了 气情无欲 喜怒哀乐哀无欲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佛家讲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在哪里 空在有中 有就是空 空就是有 就像我们讲这个电视 这情形一样 空有 将万华解空 是将 频道里面的画面 将自信 不空 视相 不空 那是将 电视的屏幕 随一看经上 它讲的是什么 我们都能够理解 汇合起来讲 空牛包 心经上说得很好 色解是空 空解是色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它把那个空 代表自信 我们用这个电视屏幕 电视来打比喻 空 是代表屏幕 油 是代表里面的 频道显出来的事情 色解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不欲就是一样的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色 不能执着 空也不能执着 一执着 就错了 两边都不能执着 你才真正 其辱 境界 那就是 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真其辱境界了 不执着 就其辱了 这个辱 辱的钱 不深 为什么 你不执着了 可能你还有分别 这不分别呢 那入的就更深了 到不起心 不动念 就全部 圆满的 进入了 圆满的是佛 深入的是菩萨 潜入的是阿罗汉 阿罗汉 菩萨佛 是佛教里头 用现在的话 是学位的名称 你其辱实相 浅身不一样 都入了境界 那个佛 就像波斯学位 最高的学位 菩萨是硕士学位 阿罗汉是学士学位 真正其辱 这叫学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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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 佛门之外 怎么样 用功 你没有 拿到 学位 拿到 学位 才算是 佛的 真正的 佛弟子 摄加摩尼佛的 学生 怎么拿到去 放下 就是了 你都肯放下了 放不下不行 为什么放下呢 因为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那真的就不必放下 假的 身体要不要放下 也要放下 假的 为什么 它有生老病死 它不能永恒存在 佛法里面讲真假 它的定义 它的标准 真就是永恒不变 这是真的 只要它会变 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动物 有生老病死 假的 植物 有生主一灭 也是假的 矿物 那这星球 它又沉住坏空 那也是假的 所以说 凡所有相 都不是真的 我们看到 夜晚的天空 看到无量的这些星球 无量的星系 都是沉住坏空 都不是真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它就跟 电视里面的屏幕里头显的现象一样 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 全假的 那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大乘教里面 这个道理讲的深 是我们意念当中产生的 什么叫造物主 造物主是念头 你不起心 不动念 宇宙 里面 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念头才一动 物质精神现象就出来了 真的 好像我们电视 屏幕一样 我们频道没有打开 关闭起来 它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 佛家讲的 长级光镜图 念头才一动呢 画面出现了 那就是尸宝图 如果加上 分别呢 那就是四身法界 再加上职责 就是六道轮回 这些概念呢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在这个 世间 就生活很快乐 佛法里面讲 发习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发习 不是外面刺激 不是说 哎呀 你又遇到什么习思了 发了财了 不是 你这个不相干 毫不相关 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长生欢喜心 这个欢喜啊 是我们讲人 养生 养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 古人讲一句话说 人风喜四 精神爽 一天到晚 欢喜 他怎么不精神 他怎么会不健康 你切入这个境界 你会把年龄忘掉 年龄忘掉 你就清纯永住 你就是年龄往上涨 这不老 那这真的不是假的 人怎么会老了 到了五六十岁了 老了 他天天想老 他一想老 真的马上就老了 特别明显的是什么 是退休 我过去好多同学朋友 在工作的时候 在岗位上 他没有想到他老 做事情都非常有精神 一退休了 老了才退休嘛 一退休 马上就想到老了 两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十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了的时候 他就想病 这个地方痛 那地方痛 就常常上医院 这一段事情 他就想死 那结果真的死了 都走了 很多同学朋友都走了 怎么会走得那么快呢 思想不振 想外了 这些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看到我 好像我没有老 为什么没有老 从来没有想到老 天天想着金本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 把金本 把金本里面的东西讲清楚 讲明本 从来没有想到老 年岁是年年增加 但是真的是 但是真的是不老 无论在精神体力的时候 都好像保持原状 二十六岁的状态 这年年都保持二十六岁的状况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 这是佛法给我们真实利益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佛